花莲宪议会定期大会第三位室友宪议员杨华美提出质询 说针对推动的社会福利、教育文化、生态环保等等议题 而宪府也积极重视来进行改善 希望府和会都能够合作,共同花莲美好的新未来 以社工背景的宪议杨华美 三年多来相当重视花莲社会福利、文化教育、环保生态等议题提出多项建言 以宪府前方位的沟通也获得宪府的支持 未来他也会持续做好监督信任的工作 在社福的部分包含我们提到的幼儿临托的部分 还有富康巴士的预约系统 也都是过去我在前几年的定期会、临时会等等提出的建议 那也得到宪府的财纳 那当然还有关于身障人权CRPD的部分 还有照护床 还有有关于社福借贷电款的问题 那这些都是我非常的重视 电到了可能到上百万不等 那这些问题会造成我们的服务 以及NGO愿意投入花莲县政府 协助花莲县政府来照顾地方弱势 会有很重要的问题现象的产生 所以非常希望县长能够提醒 我们所有的局处 当委托方案出去的时候 尤其是社福的方案 它是协助政府来照顾地方弱势的民众 所以这个钱绝对不能够拖欠 所以呢当在去年12月提案之后 县长要很快的回应 在今年7月1号开始 就将长照的业务整并到卫生局 那未来呢 我当然非常更有第二阶段的期待 希望县长能够将我们长照中心提升到辅二级 那真正的能够临驾在各个局处的整合协调各个局处 让所有有需求的家庭 进入到长照中心之后 能够得到一站式的服务 这还有很多 它其实是没有坚行正职的 那但是我因为了我们孩子的受教权 以及一个稳定师资的一个环境 在这一次定期会 再度跟县长提出来 希望能够争取所有的代理教师 都能够有12个月的聘期 意思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老师的工作 不能因为暑假就没有薪水 不然他怎么养家 那所以这个部分是 县府必须要想方设法找到预算 来给愿意在花莲教书的这些国中国小的老师 一个合理的薪资条件 新建图书馆这件事情 我们就即将看到三年后 有一个崭新的图书馆 希望不要失望 那最后就是对于建议款的使用 我也做了一些整理 就有关于美轮大斜坡的无障碍的通道 以及这个特教学校的有声号制 还有后火遮战的这个智慧有声号制 都是我在使用建议款 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因为钱是来自于人民 取自于人民 所以每一分钱都要神圣评估 用在适合的地方上 不强求用完 但是一定要用在对的地方 那这是我这三年多 这一次透过这一次定期会 整理出来跟花莲县政府交换的一些 比较小部分的整理 县人员华为表示 花莲县议会第19届第8次定期大会 是他这一届最后一次在县议会进行执询 他也会持续做好监督新人的工作 把握好每次的会议 来共创花莲美好新未来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